還有經濟部審次長 來 審次長 審次長請 黃遠招 委員長 審次長 還有次長早 那個今天就有關於經濟部在 103年 2014年決算的報告 那有一些部分是我看不懂 利用這個機會就教一下 那首先請教一下審次長 在你們報告的第七頁下半部分 第三點提到 就有關於政府補助民間企業 進行產業創新活動的計畫 部分補助的案件執行內容及研發的結果 與前年度補助的案件雷同 不同的研究計畫執行成果的委託 檢測結果及量測數據相同 請問一下審次長這怎麼回事 是的 就是在給委員報告 在這個政府來補助民間進行創新計畫 因為這個從101年到103年度來 繼續來做一些補助 那我們在抽查的時候 我發現在這中間發現有幾個這個主要的切書 那麼包括在補助案件的組織內容 那麼跟這個研發的這個過程 跟以前年度有一點這個相類似的 那而且呢這個數據這邊有異常的情況 沒有講的比較直接一點 對啊 審計長你在報告裡面寫得很婉轉 我最直接的問題啊 我想要請教的是啊 不同的研究計畫 結果最後出來的數據是一樣的 那根本就是在造假 這個部分因為我們初步發現 在書變資料有異常 那已經通知這個主管機關 他們來做進一步去理解 來 請經濟部 市民委員好 就這個部分來說的話呢 過去就是有發生 中小企業處跟工業級的補助計畫有重複 那這個部分呢 我們成立一個機制 就是建立一個database 所以如果以後廠商在做這個重複的申請的話 我們就查出來 那過去如果被我們發現的重複的話 我們追回來 所以現在發現有重複的 或者是拿同一個研究成果 向不同的單位申請 搞到不同的研究計畫 甚至不同年度的數據 竟然是一樣的 總共有幾件 這部分我會來請我們這一個 是不是可以請你們啊 把總共的 總共的建數 請領的金額 追回來的金額 好 涉及的廠商 好 這四項資訊 我們做一個前面盤點 謝謝 沒有我非常喔 支持經濟部啊 去協助中小企業啊 進行創新的研發 我覺得做這件事情是對的 但是國家的資源 必須要有效的利用 那如果說當國家補助中小企業 去進行研發的時候 出現了這樣子不同年度 用相同的數據 data 去請領政府的經費 我相信從任何的角度上面來講 這個絕對都是資源的浪費 這個不應該 這個絕對都是資源的浪費 那我接下來想要請教 次長的是說 今天在審計部的報告也點出來 中小企業發展基金 我們每年都出現短處的現象 那這個情況已經嚴重到去年 立法院曾經也通過一個決議 要你們重新的去檢討 這個基金是不是還有存在的必要 那我看到你們所提出來的回復意見說 中小企業發展基金對福祉中小企業的意義非常重大 因此還是有存在的必要 但是我看了這個數字以後 我只有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就是這個年年短處到底什麼時候會停止 改善的機制在哪裡 大概我跟委員報告 我們也發現到中小企業對這一塊來說的話 發展基金對福祉中小企業是有相當的效果 所以這部分我們準備今年要再提一個案子 把我院裡面再去爭取這個預算 沒有 你們要繼續提這個案子 我說過啦 就是對福祉中小企業的這個政策方向 我個人是讚同的 但是我每年看到這個數字的時候 都會想要問一個很直接的問題 就是這樣子的表現 這樣子營運的狀況 到底什麼時候可以真正獲得改善 大概我們是 這一次我們在檢討預算 也有考慮去把它調整 但是剛剛委員說 大概多久會前面改善 給我們兩三年時間我們來努力 沒有 因為你們新的政府才剛上任 是的 我絕對願意給你們時間 之前不管發生了什麼事情 要直接規則在你們身上 可能是有一點不公平 但是我今天把這個問題點出來 就是希望 經濟部在成立各式各樣的基金的時候 都是拿納稅人的名子名高 去做填補 那我們總希望能夠看到具體的成效 要不然如果現在客觀的數字 看起來就是這個樣子的話 都不曉得這件事情 到底什麼時候可以改善 今天次長說了兩年的時間 沒有問題 我願意給你時間 今天講的我們會留下紀錄 過兩年以後 我們再進一步來檢討 那跟這個專業企業發展基金 的performance有關係的就是 在審計報告裡面的 這是另外一點我看不懂的 南港軟體育成中心 在你們所設的所有的育成中心裡面的表現 算是相對好的 它的整個報酬率 在過去這幾年高達20.19% 遠遠高過本來預期的平均值 那即使是這個樣子 你們每年大概平均 還是要投入填補1000萬 這個是怎麼回事 跟委員報告一下 這個部分我們也感受到 就是這個部分用補貼 貼補也不是辦法 所以現在我們改為就是等於呢 處處餐一樣 沒有啦 這個我了解啦齁 你在後面有做說明 但是我現在在問的是 如果說一個 育成中心它的年報酬率 已經這麼高囉 遠遠高於你們本來的期望值 結果每年還發現 短出1000萬的狀況 這部分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像南港育成跟 那個南科的育成中心 我們現在都已經把它用處餐 然後住戶盈虧 我們已經調整過來 沒有關係啦 你講的是未來市嘛 沒有沒有已經開始進行了 就是好現在開始進行了嘛 但是我想要了解的是說 為什麼過去它的performance是這樣 每年還會短出1000萬 我相信你們內部 應該有做過一些分析報告 是不是可以把這個報告給我 因為我光看審計部這樣的報告 我完全看不懂 早期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一開始的話 那個incubator要有一些儀器啦 設備啦 沒有關係啦 那個時間有限啦 我們整理 就把那個資料整理好再給我好不好 謝謝委員 然後 第二個 是地方產業發展基金 這個當初是馬總統的政見 希望透過一箱一品這樣的精神 那協助地方發展產業 結果成立了7年 花了24億5700多萬 有達成普及跟亮點 這兩個策略目標嗎 大概跟委員報告 初期那時候匡內呢 有期待就是有一個蠻大的數目住 但是最後呢 因為財政困難 所以呢 本來300億 結果儲財29億 所以呢 是有漏差的 沒有啦 你說財政困難 顯然你的意思是說錢花的不夠 所以沒有效果嘛 但是我看的就不是這個樣子 我為什麼看的不是這個樣子啊 你們有一些特定的區啊 像新竹市 東區 新竹市北區 新竹市香山區 他獲得的整個補助計畫的次數高達5次 7000 200多萬 6600多萬 6600多萬 馬...呃... 連江縣也是一樣 結果你們這一些少數特定的縣市 獲得的次數這麼多 補助的次數這麼多 金額這麼多 結果在最後這整個計畫的成效報告裡面 市長你知道補助這麼多的 有發產出什麼特色產業出來嗎 在你們的成效報告裡面 這跟委員報告 因為當初這些計畫我們都是由這些 所謂的評審委員去評審 然後去做評比 然後去排出他的Priority 所以顯然是評審有問題嘛 那我來跟委員報告一下 譬如說像剛剛委員提到說 怎麼就是光新竹市就有那麼的 那幾個漆那麼的頻繁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已經有一個管控基礎 現在在講的是未來的事情嘛 我知道你們從2015 2016以後 開始發現這件事嘛 但是我現在在追究的是說 你說政府剛剛跟我講的答案是說 因為政府的錢花了不夠 但是我現在看到的是政府的錢 全部丟到水裡面啊 一點效果都沒有啊 這部分我覺得是這樣 我們來檢討啦 因為這整個全部 大概有368個鄉鎮 我們盡量還是要所謂的那個man 大概339個鄉鎮 這樣來做一個補助的對象 不是啊 你們成立這些基金喔 要扶植中小企業 要扶植地方特色產業 這個我相信大家都贊成 這為了拚經濟 然後讓一些鄉鎮能夠發展出 他們的特色產品 但是錢不是這樣子花啊 這根本是在亂花錢啊 這些錢丟到水裡面 結果什麼產出都沒有 在監察院的報告裡面一樣喔 是地方產業發展基金喔 地方政府報了 後來說他們沒有辦法做又取消了 至少你知不知道 浪費了納稅人的錢 浪費多少錢 跟委員報告一下 那時候三四年前 那時候大家都很積極的 然後不熟悉 然後就光提案 提案到就做不下去 所以三四年前這樣以後 往後我們整個就 整個制度都改啦 你在執行這些計畫的時候 我剛剛跟你講的齁 浪費了超過3000萬以上 就是光跑這些paperwork 跟你們申請 那你們準的 然後後來他又說他不完了 就光這樣就浪費了3000多萬 這個部分我跟委員報告 早期確實各鄉鎮都不熟悉 不熟悉以後我們主動發現 以後我們覺得這樣不是辦法 所以我們就把它打住就取消 OK喔時間到了 但是我只有問很快最後一個問題喔 電業法的修正 電業自由化 現在大家都很關心 是 就有關於 我們現在所採取的電力工藝 可以說是完全壟斷模式 是 接下來你們希望朝向的發展方向 是單一買發模式 批發競爭模式 還是零售競爭模式 這部分來說的話 我們往後是零售競爭模式 常往分離 那 以這一次你們行政院 打算要推出的電業法的修正 會直接走到零售競爭模式嗎 大概會朝這個方向 所以這一次就會到零售競爭模式 大概我們會把整個電業自由化 朝這個方向來做 那個主席站起來了 我只很快最後一個問題 如果是零售競爭模式的話 電業管制機關 你們現在的安排是什麼 我們會由一個 一個 一個 所謂超然的一個管制機關 因為這牽涉到 既有的 所以是行政院裡面 二級的獨立委員會嗎 這部分我們還在規劃 所以七月的時候 草案就會提出來 對 七月底 我們現在 每個禮拜都在列管這個進度 好 謝謝市長 謝謝委員 謝謝 現在請 吳秉諾委員質詢 委員請 主席 麻煩請 沈次長 次長 委員好 早 我們國營事業 尤其是台電啊 中油啊 跟自來水 都有做 顧客滿意度的調查 這個你知道嗎 應該會做這一塊 因為國營會 在整個績效考核 應該會去要求 所以績效考核 是靠這個民調做出來的嗎 陳 對